今天6月26号2022年 这次能源经第188奖次 经文在305页第一行 25位圣人苏元通 今天讲的是富罗罗·弥多罗尼子 富罗罗是父亲的名字 弥多罗是母亲的名字 富罗罗·弥多罗尼的儿子 发译成满池子 我们看经文 富罗罗·弥多罗尼子 即从做起顶礼佛祖 而白佛言 我旷节来 殿才无碍 富罗罗离开座位 顶礼佛祖对佛说 我从很遥远的节以来 我就是无碍 无碍变财 我们看一下 无碍变财是什么意思 无碍变财指的是 四无碍 第一个是法无碍 第二个是义无碍 第三个是词无碍 第四个是乐说无碍 法无碍就是能说各种法 世间法 初世间法 还是小秤法等等 都能够圆容无碍 义无碍是能说义理 对于法的义理 它的内容 它的意义 都能够通达无碍 此无碍是说法的时候 用大家能懂的话 让众生能够了解 简单明了确定 乐说无碍 根据众生的根基 来说法 而且说法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很麻烦 从来没有感觉疲惫的 宣说苦空深达实相 如是乃至横杀如来 秘密法门 我于众中为妙开示 得无所谓 我说苦空无常无我的法 苦空无常无我 是指的小秤的法 意思就是苦它不是 是永远的 它原来的是信空 因为缘起 所以才有出现苦 但是苦过后以后 它有恢复空性 所以才是苦空无常无我 这个无我就是 没有自私的我 我也能够宣扬中道之意 中道就是信空缘起 缘起信空 而且很多佛 祂的秘密的法门 我也能够懂 能够宣扬 不懂的你就说是秘密 如果你懂得佛 祂的微妙的法门 那就不是秘密了 我在大众中 微妙的说法 这个微妙是指的 会讲得很详细 因为他都懂了 所以都得到 无所谓的力量 无所谓是 你说法你都不害怕 即使有人来威胁你 也是不害怕的 世尊知我有大变财 以因生伦教我发扬 佛知道我有大变财 所以就教我 根据众生的根基 来对积说法 用这个说法来弘扬佛法 我于佛前祝佛转轮 因狮子吼成俄罗汉 世尊应我 说法无上 我在佛的座下 祝佛转法轮 把佛法传承下去 因为我说法无碍 很像狮子吼一样 所以正到俄罗汉 我们都知道 狮子是万寿之王 狮子一吼叫的话 其他的动物 都会心生害怕的 佛印证我 说法第一 佛为原通 我以法因 降伏魔怨 消灭猪肉 思为第一 佛问他是怎么 开悟的 他是在声音上面 能够说法 所以他能够降伏自己的 心里的魔怨 还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就证到俄罗汉的国位 这是他开悟的经过 今天讲到这里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